耶利米書第一、第二章 以下是希腊家的兒子耶利米的話 希腊家是辩雅敏地阿拿特城的一位祭司 阿門的兒子猶大王約西亞執政第十三年 上主第一次全信息給耶利米 從約西亞的兒子約亞敬王執政期間 一直到約西亞另一個兒子西底家王執政第十一年 上主持續賜下他的信息 西底家王第十一年八月 耶路撒冷人成為俘虜被帶走 上主給了我這個信息 我使你在武福中成形以前 我就認識了你 你還未出生 我就已經把你分別出來 派你作我的先知往列國去 我說 至高的上主 我不能代表你發現我太年輕了 上主回答 不要說我太年輕了 因為無論我猜獻你去哪裏 你都要去 無論我吩咐你說什麼 你都要說 不要懼怕任何人 因我要與你同在 也要保護你 這是我上主說的 上主又伸手摸我的口說 看 我已經把我的話放在你口中 今天我就委派你對抗萬國萬族 有的你必須拔除 拆毀 毀滅 退翻 其餘的你要建立並栽植 上主又對我說 耶利米 你看 你看見了什麼 我回答 我見到一根行樹枝 上主說 對 這表明我正在擦漢 我必定執行我所有的計劃 上主又對我說話 他問 現在你看見了什麼 我回答 我看見一口大窩盛著廢水 從北方滿日而出 上主說 是的 因為從北方而來的恐慌要廢人 倒在這地的人身上 聽著 我正召喚北方各國的軍隊到耶路撒冷來 這是我上主說的 他們要在城門口 安置他們的王座 他們要攻擊這城的城牆 及猶大所有的城珍 我的子民離棄我 向別的神明燒香 他們竟然拜自己手所做的偶像 因此 我要根據他們全部的罪惡 對他們宣判 你要起來 準備行動 去把我吩咐你要說的話 全都告訴他們 不要懼怕他們 不然我要使你在他面前出醜 你看 今天我已經使你 堅強如無法攻克的切防城 猶如鐵柱或銅牆 你要對抗全地 就是猶大軍王 官員 祭司 和民眾 他們要攻擊你 但他們必定失敗 因為我願你同在 我必看顧你 這是我上主說的 第二章 上主吸了我另一個信息 他說 你去向耶路撒冷高星傳達者的信息 上主這樣說 我記得很久以前 你像年輕的新娘一般 渴望能取悉我 你是哪樣地愛我 即使在貧借的曠野 你也跟隨著我 在那些日子裡 以色列是上主的聖民 是他投生的孩子 所有傷害他子民的人都被定罪 並大禍臨頭 這是我上主說的 雅各家的人 就是以色列所有的宗族 你們要聽上主的話 上主這樣說 你們的祖先發現我有什麼過錯 竟然那樣遠遠地離開我呢 他們敬拜那些一前不直的偶像 結果只是讓自己變得一前不直 他們不曾問 那位帶我們平安出埃及 令我們經過貧借曠野的上主在那裡呢 他帶我們走過無人居住 甚至是無人經過的沙漠和深坑之地 乾旱和死亡之地 我帶你們進入富饒的土地 讓你們享受這地的風盛和美物 你們卻顛污了我的土地 敗壞了我應許賜給你們的產業 祭師們不曾問 上主在那裡呢 那些教導我話語的人無視我 作領袖的對抗我 先知們也奉巴力的名說話 在一前不直的偶像身上浪費時間 因此我要控告你們在將來的日子裡 我甚至要指控你們的子子孫孫 這是上主說的 你們往西到塞浦路斯查漢 往東去基達全地考察 那裡有人聽過這樣的怪事呢? 雖然列國所拜的根本不是神 但那國把自己的神名換成新的呢? 我的子孫卻把他們榮耀的上帝 換成一前不直的偶像 朱天因這樣的事而震驚 在戰律和驚惡中縮退 這是上主說的 因我的子孫做了兩件惡事 他們離棄了我這活水的泉源 又為自己挖掘破漏的儲水池 根本不能儲水 以色列為什麽變成奴隸 為什麽當作戰利品被擄走 凶猛的群師對他咆哮 土地也被毀壞了 城鎮現在變成了一片廢墟 再也無人居住 愛及人從他們的城市 孟匪斯和達比力闖入 毀滅了以色列的榮耀和力量 你這事咎由自取 儘管上主你的上帝一路領著你 你卻背叛了他 你和埃及結盟 又與亞術納約 你得到什麽好處呢 你落何和幼法拉底河的水 對你有什麽益處呢 你必吃自己犯罪的苦果 也要因厭氣我而蒙羞 你離棄上主你的上帝 不敬為他 你必會明白 這是一件多麼可惡和苦劫的事 這是我 主天君的上主說的 恨久以前 我截斷了壓迫你的握 斷開了奴役你的所念 但你認說 我不會侍奉你 在每座山優上 每火綠樹下 你都對偶像下拜 將自己當作妓女 但栽植你的哪位是我 我所選的是最純最好的葡萄枝 你怎麽會長成敗壞的野葡萄呢 無論多少肥糟和簡易 都不能洗淨你 我依然看見你的聚跡斑斑 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 你說 不是的 我沒有拜過巴力的像 你怎能這樣說呢 去看看這地的每一個山谷 去正視你犯下的可怕罪行吧 你就像一匹不安分的武洛駝 逼不及待地尋找交配的對象 你像一頭野狼 在發情的時候氣喘虛虛 誰能抑制得住他的情慾呢 哪些想要他的 無需到處找他 因為他直向他們奔去 你什麽時候才停止奔跑呢 你什麽時候才不再渴求其他神明呢 可是你說 你省口氣吧 我已經愛上了這些愛族的神明 現在我只不住地愛慕他們 以色列就像道賊 只有在被帝道的時候才感到羞恥 民眾、君王、官員、祭司 和先知全都一樣 他們對木頭雕成的偶像說 你是我的父親 對石頭造成的偶像說 你是我的母親 他們轉身背對我 在遭患難時才向我呼求 來救救我們吧 你怎麽不去求自己所做的神明呢 要是他們有能力 就讓他們在危難時救你吧 由大有多少成真 你就有多少神明 你們為什麽指控我做錯呢 是你們背信棄義 這是上主說的 我已經懲罰了你們的孩子 但他們對我的管教毫不理會 你們殺害了自己的先知 如同獅子殺死獵物一般 我的子民要聆聽上主的話 難道我對以色列來說 景象荒漠 難道我對他們來說 猶如黑暗之地 為什麽我的子民警說 我們終於擺脫上帝了 我們不再需要他了 年輕的女孩 會忘記他的珠寶嗎 新娘會把他的結婚禮服藏起來嗎 然而多年以來 我的子民卻把我拋住牢後 你處心積慮去贏得你眾位情人 就連最老年的妓女 也可以向你討教 你的衣服沾染了無辜者和貧窮人的血 儘管你根本沒有帶到他們進屋偷竊 但你竟說我沒有做錯什麽 上帝肯定不會對我發怒 現在我就要重重懲罰你 因為你聲稱自己沒有犯罪 你一會兒在這女 一會兒在那女 從這個盟友轉向那個盟友求助 但你在埃及的新朋友 必定叫你失望 就像之前的亞述那樣 你要在絕望中雙手抱頭 被人老到異地 人上主已經棄絕了你所倚靠的各國 他們絕不會幫助你 你好